十个小时 我大概会有四个小时在厨房 哇塞 那么请客的时候 有八个小时在厨房 所以我那是非常需要家电的 美食达人 对 我讲尤其是切肉 难切 我准备了这点肉 大家平常在家里面绞肉的话 一整块肉去皮 就进去就可以 大概一斤半左右的肉房里面 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斤半 就一整块肉去皮 然后整个丢进去 不需要切块 不需要切块 然后丢进去 大概 吴老师你觉得 我像你正常在家里面 用这些肉去绞线的话 就切线的话 斗线 那大概要多多多 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 您相信我今天五秒钟 把这个肉绞碎吗 五秒 五秒 我来 OK 来 我把它放好 这个鸡头要放到位 否则它不工作 是一个安全保护的 我跟你说 五秒没有绞碎的话 你把它吃掉 吴老师 吴老师 吴老师这样 直播间有多少人 五秒钟没绞碎 我每人送一台行 难道 大气 大气 我跟你讲 太大方了 真的 我听到心里面都感动 五秒钟不绞碎的话 每人送一台 他还把它吃掉 好不好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就按上面两个档 有两个档 对 一个一档 一个二档 对 来 我先按一档 来 按你不松手 他就一直转 来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没到五秒钟 没到五秒钟 已经可以了 哇 我都想 好 我跟你讲 我 身心 我不满意 因为啊 因为他脚都不够碎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就包饺子刚刚好 包饺子刚刚好 包饺子刚好 对对对 我要用二档弄一下 可以吗 来 对不对 二档 一档包饺子 对 一档包饺子 二档做肉丸 或者是做那种馄饨都可以 好 二档 没放 没放 好 二档 哎呦 二档转速会快一些 适合用来做这个肉丸 或者是做馄饨这种肉馅都可以 哦 哇 来 可以可以可以 直接拿下来就可以了 这个方一边 然后这个打开 啊 我们把这个肉馅啊 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吧 来 看一下这个肉馅 特别均匀啊 均匀 因为它是四叶刀红 就没有哪块肉颗粒很大 没有哪块肉颗粒很小 都是非常非常均匀的 对不对 对 啊 对 然后呢 这个玻璃杯呢 叫做高红杯的玻璃 就咱们在绞肉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里面肉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 绝对可以了 那立马松手 它就立刻停 厉害了 对 我讲如果包饺子什么的好 比如说这个肉 对 我们可以把把一些蔬菜类的 茎类的蔬菜 对 放在里面一起搅 一起搅 搅完了直接包饺子 搅完直接包饺子 太方便了 是的 哦 我以前在家里面切个老半天 嗯 对 多 多完肉 对 还切别的蔬菜 是的 弄完之后呢 还要用手把它抓在一起 对 还要和在一起 还要和在一起 所以这个 这个我是觉得这样子 把肉放进去 把那个 比如说胡萝卜 对 对不对 或者是芹菜 是的 放下去 撒点盐 是的 调料一起放 调料一起放 然后打在一起 出来直接包饺子 是的 这个非常非常方便 十秒钟就可以搞定 我听到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我再走吧 你为什么以前我找不到他 回头一说 带走吧 带走呗 那 那 这东西 how much 呃 零售价 179 雪儿 是的 是吧 179 179 对 太贵了 雪儿 贵了 是的 贵了 没人性 179 您售个价 您直接售价 太贵太贵了 你再说一下 我这个 真的 我们这个这个这个 99 啊 99 我给他 直接给他99 99 寂静 我直接99 行 忘不了 说 我觉得我已经非常非常有诚意了 啊 你也有诚意 99我再送一个刀头 行吗 啊 可以 送一副刀 慢点啊 我看 对 这个 我来的 存那 适